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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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 别看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可是吹拉弹唱样样擅长 母亲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京剧四大名单之一 上小云的学生 在父母的影响下 王燕从小就爱唱歌跳舞 对手工制作尤为感兴趣 尤其是母亲说戏时的一举一动 眼神做派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王燕 使他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受益肥浅 形成了对人物动作和表情 拿捏到位刻画生动的特点 王燕的优秀作品 有许多被新加坡 德国等多家博物馆收藏 家中只保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过江罗汉》是王燕近期的代表作 具有西域特征的人物造型 和罗汉行径中动态的衣文 是这部作品的创作难点 同时也给这部作品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从罗汉深邃祥和的眼神中 观赏者甚至能体察到 一丝修行之人的那种空灵和显示 《悄悄画》和《夫唱复随》 是王燕农村题材作品中的佳作 人物面部生动自然的表情 以及动作姿态的和谐紧凑 富有了这部作品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王燕用一种诙谐风趣的创作风格 把小两口之间淳朴甜蜜的情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燕的作品题材广泛 构思巧妙 更富于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 这不仅需要具备文史绘画 唯一理论方方面面的知识 而且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和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习惯 所以好多东西都是活灵活现的 是你自己的表现手法 也是你平常观察的仔细 把你自己的作品揉进了真正的生活中 也揉进了它的这个整个 要有它的气质和它的生命 比如你这样做 这东西很死板这作品 但是你要是给它一个一点点 往里收一点手 感觉就完全就不同了 2003年 王燕暂时告别了海外的工作生活 回到北京 回国后 他除了专心于艺术创作外 还开办了几个面素教学班 有时学生们回到王燕家里 来学习面素 素刀、梳子、竹签和剪刀 构成了面素用的基本工具 素刀是面素制作中的主要工具 面人脸部、身体、衣纹、封带等 许多部位的压制成型 都要靠素刀来完成 剪刀用来做人物的手、脚、蔬菜的叶片 以及其他的剪接部位 木书是压制衣服上的花纹、练珠和盔甲的 最佳辅助工具 竹签则起到支撑作用 许多面素作品都是在竹签上完成的 不同的工具在面素制作过程中 起着不同的作用 面素的主要原料是面粉和糯米粉 再加上盐料、石辣、蜂蜜等成分 经过防裂、防霉处理 制成柔软的各色面团 有经验的艺人会根据所需随手取材 在手中已经捏、搓、揉、鲜 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刻滑 塑成伸手头面 再披上发饰和衣裙 顷刻之间 一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 便越然呈现在指尖了 王燕女士的儿子郝易 在家房地产公司工作 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 郝易从小就喜欢上了面人 闲暇之余 也时不时地拿起素刀 过一把捏面人的瘾 别看面人制作工艺简单 但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面素艺术在中国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207年 到公元2020年的中国汉代 迎神赛会上便以面团 做成鬼怪形象 是一头部 由于材质关系 古代面素实物很难流传下来 而在后代的典籍中 人们发现了 关于面素的一些记载 距禁约1000年前的 中国宋代孟元老著的 《东京梦华录》中 曾这样写道 寒石前一日 为之吹熟 用面造枣乎飞燕 柳条串之 插云门眉 为之子推燕 这里所述的枣乎飞燕 都是用熟面或生面 捏后蒸熟的面素祭品或供品 从这些古籍的技术中 我们不难看出 面素最早其实是以一种 祭祖精神的供品形式出现的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面素的制作工艺越来越精湛 但他并没有脱离开实用的本质 据史料记载 面素真正成为一种纯粹工人们 欣赏和收藏的手工艺品 要到18世纪末的中国清代中期了 关于这种说法 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可以佐证 据说当时京城 有一个大臣名叫刘雍 深得皇帝乾隆爷的赏识 这一天 乾隆皇帝的寿臣到了 文武百官都要送上贺礼 以示祝寿 刘雍虽然官做得不小 但却是为官清廉 生活简朴 没有多少银子可以买寿礼 正在为难之际 他无意中发现 自家的厨子制作的面人 千姿百态 为妙为孝 于是灵机一动 指点厨子用获着颜料的面 做了一套八仙祝寿 送入了皇宫 乾隆皇帝见到后 感叹其手工艺之精料 用心之良苦 不禁大家赞赏 刘雍虎子的面素手艺 也由此声名远扬 京城里的达官贵人 更是以拥有一套 刘家的面人为荣 据说这个厨子 是刘雍进京做官时 从老家山东带过来的家人 因此也有近代面素艺术 起源于山东的说法 不过不论传说中的历史事件 是否详实 几百年来 北京面素确确实实是在 京师故都这个风华物贸 文化体验深厚的环境下 生存发展的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 北京面素 无论从文派分支 还是艺术造诣 都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时至今日 北京面素不仅在国际上 享有盛誉 在国内也呈现出新人家座 辈出的良好局面 这个专心致志 埋图制作面人的小伙子 叫冯可 曾经从事与王燕老师 这样论起来 他可以送得上 曹派面素的第三代弟子了 别看他年纪轻轻 可捏面人的手艺却不错 在他摆摊现意的这篇脑事 也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了 许多饭店商场 都曾邀请他登门现意 这不 管门里的跑堂不忙的时候 也请小伙子给自己现场做个像 现场人物塑像 不仅需要很深厚的面素功底 还要求艺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在很短的时间内 抓住人物面部的细微特征 并在十几分钟之内 把一个微妙微笑的人物形象 塑造出来 这一揉一搓 一捏一挤 看似轻描淡写 却渗透着中国艺人身后的艺术功底 和特有的灵性 一把素刀 一个面团 再加上艺人 娴熟的记忆 就能创造出一个 曲曲如生的艺术形象 这也许正是许多人 把北京面素称作 中国的雕塑的真正原因 这也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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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